8月8日就是父亲节 花莲县社会处特别推出花好爸比育儿日常摄影展 肯定现代男性愿意走入家庭带小孩的付出 而32幅来自全国父亲养儿育女的温馨记录 其中有四位花莲的爸爸在4日也出席了摄影展的记者会 分享养儿育女的心得 而这个展览从即日起一直展出到9月1日 欢迎乡亲前往花莲社福馆三楼参观欣赏 为了庆祝父亲节 花莲县社会处推出花好爸比育儿日常摄影展 来肯定现代男性愿意走入家庭育儿及分担家务 4日下午在花莲县社会福利馆三楼举行记者会 展出32幅记录父亲与孩子的日常温馨互动 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作品 其中有8幅是来自花莲的爸爸 我会觉得爸爸就是很刚猛刚强 一定男儿这个有泪不清谈 其实在现在的社会氛围里面 其实无论男主外女主内 或是女主外男主内 其实现在大家已经都非常吸收平常 而且大家在现在性贫 其实已经推得非常非常的落实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家是一个共同来努力成就 一个圆满和谐的家的地方 三宝爸王建民先生在双胞胎儿子出生后 决定请育婴假 有他在家带小孩 并表示被需要的感觉真的很好 本来小孩子就是 就是夫妻两个爱的结晶 本来就是没有说什么谁帮谁 我一直都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事 本来夫妻就是要一起去 去做这个孤小孩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 知道说有可以育婴留停 我就我跟我太太讨论以后 就一起都都申请这个育婴留停 我觉得就是顾小孩这件事情 可能是从工作一直到退休啊 唯一可以按个在工作上按个暂停键 那其实人生没有暂停啊 因为你顾小孩还是很累 但是你可以好好在工作上面暂停 然后全心全力投入家庭的 很难得的时间这样子 然后不用害怕说 去顾小孩可能会不熟悉 本来这件事情大家都是在学 然后慢慢就会上手这样子 花蓮县妇女福利服务中心 与财团法人妇女权益促进发展基金会 合作办理的花好把笔育儿日常摄影展 引进妇权基金会 台湾爸爸育儿参展的获选作品 社会处更邀请擅长性别议题的摄影师张德盈 捕捉花蓮在地四位爸爸的育儿时刻 即日起在花蓮社福馆三楼展出至9月1日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记得讲方言花蓮师报导